如今的郑嘉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了 现在他是一位合格的奶爸 就算是事业也是尽量围绕着家庭 他的大儿子长得很俊俏 最近郑嘉颖想拍一张帅照 结果被大儿子抢尽 被儿子抢尽的郑嘉颖没有不耐烦 反而是蹲下来亲吻儿子脸颊 这一幕看着很温馨 郑嘉颖以前并不经常更新社交账号 不过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积极起来 接音家里的两个宝贝儿子让其变得更加开朗 最近郑嘉颖穿着西服摆好姿势 打算拍一些帅气的个人照片 不过他表示这时候大儿子突然来捣乱 儿子马上走到爸爸前面抢尽 这时的郑嘉颖也是笑着摸儿子的头 其实他的大儿子长得很可爱 相信长大后也是一位帅哥 虽然郑嘉颖对儿子抢尽 不过他依旧心情很好 还蹲下来搂着儿子 随后还亲吻儿子白滑的脸颊 这画面看着真的很温馨 郑嘉颖自从迎娶了陈凯玲后就变得更加幸福 他们夫妻俩的爱情也让很多人所羡慕 但是他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并不被看好 他们两人现在就算有两个儿子也依旧很恩爱 比如去年年底他们一家人去酒店度假 两人就在两个儿子面前嘴对嘴亲吻 郑嘉颖还背着老婆 而陈凯玲则亲吻老公的脸颊 两人看着真的很甜蜜啊 郑嘉颖现在还经常分享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一家人一起出去游玩 随着小儿子的出生 这两年郑嘉颖将工作重心都尽量安排在家门口 而陈凯玲就不开戏 只是接主持人的工作 郑嘉颖还透露 由于两个儿子还小 所以打算一直继续工作赚钱养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